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军少校一问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950年12月2日 长津湖战役射仓礼方向 这边是美军第三师七团 当日美军组织撤退 其二营干阵后卫 二日了 美七团后卫二营到达建山岭 下面一个山谷中速营 天气寒冷 大雪弥漫 这么冷的天气还是睡觉舒服 美军大部分人早一早钻了睡袋 只留了部分警戒人员 而这些人也围着火堆取暖 美军过分低估了志愿军的奔袭能力 根本就不相信再如此恶劣天气中人的腿 能追上车轮子 在美三师七团当面 的是志愿军第89师 他们发现美七团撤退后 立即组织追击 市政委 王职和副师长增兆西率 二百三十五团尾随追击 二百三十七团做平行追击 于是 美七团后卫二营在建山岭 被89师二百六十五团首先追上 要是拉开架势了再打 志愿军两个团合起来 也很难拿下美军一个营 可现在正是偷袭的大好时机 89师二百六十五团以三营从正面攻击 二营攀登悬崖峭壁绕到侧后形成包围 而团警卫连直接往敌阵中央插入 带团警卫连摸掉哨兵插入敌阵造成美军混乱 两个营从冲击出发阵地发起了夹击 扑击班长孙震路带领一个战斗小组 在陡峭的山坡上攻击前行 山坡早已阴寒冷冰冻 幸悔孙震路战术素养极高 他凭借贤署的战术动作 一边躲过美军机枪火力 一边翻滚摸塔 连续打掉美军多个火力点 带领身后部队直插美军中央核心阵地 端掉美军指挥所 一举造成美军混乱 在没有直升机的情况下 打出了机将作战的效果 后来 背负美军少校说 一上来就打掉我们指挥所 真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美军受此提袭瞬间 就有一百多人失去战斗力 但美军仍在做困兽之斗 于不在夜间呼叫夜间战斗机 出动驻战发起反击 志愿军攻击部队被美军火力所阻 无法继续前进 这1260机团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 高射机枪守红成帽 更是击落一架美机 飞行员被俘 迫使美机不敢低空盘旋 经过半个晚上的战斗 美军第37团二营大半被监 营长被打死 副营长以下八十余人被俘 创造了我军奔袭作战的经典战力 此战 孙震陆荣立一等功 可惜长津湖战役后 第九兵团损失巨大 八十九师被撤编 人员补充到其余各师 孙震陆所在团 并给二十军特务团任班长 后来他又在第五次战役 坚守七三四高地的战斗中 单身孤胆作战九小时 毕伤敌六十余人 再次荣立一等功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志愿军五十一名一级战斗英雄 以一等功臣身份获辞殊荣的只有四人 孙震陆就是其中之一